别让我吃第二口 再吃我就真的要 随便一旦 真假立鲜 北京最有名的小龙虾 胡大 鸭食499 走 腊卤四拼 58 豆干 猪耳朵 金钱朵 腊味十足 卤得非常的透 味道也全卤进去了 边茶 真的好辣 这个东西吧 应该都是中央厨房配送的 比较统计 难吃不了点去 挺像酒鸡蛋那个味 挺好吃的 就这一小盘得下三瓶啤酒 对我来说就有点太辣了 别让我吃第二口 再吃我就真的要 藤椒腰花69 师傅这刀工不错啊 腰花打得很漂亮 腰花的本身呢还是有点腰酸味 锅笋 也是有底味的 咸味 它这个麻味就是麻椒和鲜的藤椒 用油炒出的那个麻味 没有上科技 所以说它挺麻的 但是不刺激 这个菜就是中均中均 一般水淺 蒜蓉小龙虾6块钱一只 本来想点那最贵的和最便宜的 对比一下这张 赶巧了 只剩这最便宜的了 真不是经费不足啊 这个小龙虾很干净啊 就是小了点 没有肉 哎 这个虾的品质真的不错啊 虾皮特别饱 蒜香味浓郁 汤料呢是装装装配送的 未成我这么肯定呢 我问了他们服务员 服务员说 跟我在湖北吃的有硬的差距 但是绝对不难吃 你原来经常吃小龙虾吗 我不经常吃 那你平常吃宵夜啊 喝酒啊 吃饭 你说这事现在我很少办 哥都结婚了 你嫂子看着眼 看你举相机 我给你包一个 来 你年轻的时候 肯定是个短白的 一直是怎么叫年轻时候的 十三香小龙虾 6块钱一只 这个刚坐上桌的时候 十三香的味道好香 虾的品质都是一样的啊 选的都挺新鲜 这两个虾的区别的 没什么不一样 十三香的 比蒜蓉的稍微辣一点 他们俩的辣度 连我都能接受 这个可以 小龙虾分工母 这你就问着我了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没人就过这个 欢迎知道的朋友们 在评论机留言啊 你为了骗评论也太不要脸了 嗯 椒盐皮比较 118 尝一块 有任何的意味 挺新鲜 它这个就是面包糠 炸的蒜蓉 跟我认识的椒盐不大一样 它这个有点香皮蓬桃 然后里边没有辣椒 豆豉那个味 这个不用剥吗 这不用剥 它是炸过的 咬皮是酥的 连我这个老年人都能嚼得烂 我觉得你们这鼻子可以嚼得烂 这118吧 这个看着这样 我得得有个一斤多 快二斤了 三千可以 好 我们就做个总结 这家店的小龙虾呢 做的还是可以的 很遗憾的 就是没吃到那个大的 六个简单一个的 还是小了点 吃着一点都不过瘾 那个皮皮虾也可以 我们今天是从黑天鹅过来的 在那儿实在是没吃饱 这家店的魅力大增